北京时间9月18日,前南海国手汤鸟在微博,发布了中国女排,为初正式锦赛拍摄的集体照,照片上还生下15名球员。 在北轮集圈的现役球员中,许路遥没有出现,后来加入一起训练的徐云丽也没有现身,这意味着,这两人很可能都不会以球员身份出征式锦赛,出征式锦赛只能带14名球员,中国女排还需要才调一人。 目前的焦点集中在第四复工杨海域和二传手凋零宇身上,许路遥提前出局在意料当中,毕竟他是球队的一个预备方案人选,他没有参加成年组国家队的比赛经验,在张昌宁和曾春内的身体都顺利康复,能够出征式锦赛的情况下,这位能打建英和主攻两个位置的小将再是用不上了。 徐琉璃前不久出现在北轮基地训练,让很多人惊讶,不过他的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,他更多是陪着队员没训练,徐琉璃还是否付诸是个位置数,从他的年龄和身体来看,未来转型当教练更来适合,郎平让他来集训,或许只在让他协助球队训练,杨寒玉可以说是一路逆袭,早在八月初中国女排被占亚运会期间, 尽管杨寒玉没有进入亚运会名单,但是郎平仍然将他招进国家队,很显然是为市锦赛做准备的。 杨寒玉在随后的瑞士女排精英赛上表现不俗,为自己大大加分,杨寒玉得到的进攻机会并不多,但是他的进攻效率,是中国女排阵中最高的。 他共计25扣14中,拥有56%的扣球成功率,可惜,因为技术不够没有上榜,要知道扣球榜第一个俄罗斯选手刚查洛娃的扣球成功率,也只有45.2%。 杨寒玉还以每局篮网0.64次排名篮网榜第10,身高1米97的杨寒玉基本功扎实,身体灵活。 他是2017年世青赛MVP,拥有很高的上限。 女排第三副攻胡宁悦在面对欧洲强队时发挥一巴,他的篮网高度有所欠缺,往前威慑力不如杨寒玉。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在杨寒玉出征式锦赛,可以让复工位置轮转更充裕,而且可以避免因为伤病导致复工人手不足。 四年前的式锦赛上,血流力受伤倒下,中国女排复工位置人手短缺,不得不让还很稚嫩的袁新月提前上位。 当然,郎平还需要考量,是不是还带三二船,如果从亚运会比赛来看,丁霞的状态大幅回升了,标的状态也不差,带凋零鱼的话没什么大用。 四年前的袁新月变身中国女排骑兵,帮助球队杀进者赛,这一次杨寒玉在争夺最后的是锦赛席位,他能否复制袁新月奇迹。